好来继续来看高雄的惊讽 台宝就诈骗的车手 发现他所穿的衣衣 原来是在阿嬷娘 有种一个健康的热热机 目的是要把收钱的过程 团回到集团 放这条欧吃欧 惊讽说 他用这个诈骗集团 都是两个人一组来出人物 这个提琴 这个人就近来感控 但是常常都是两个人 当时向台北 说人力的消磨太快了 所以该用健康的热热机 来感控到车手 感觉到风险 这也是京风第一次 发现这款诈骗的新手法 上车时期 整个香港当时出手 先说抓到诈骗集团的车手 什么名字 是说京风抓人的东西 发现当地怪怪 原来车手的外头 竟然的发展 高兴消贡 一个男人 真正不认为加接 扎骗集团 基督做的军所 红骗集团 所以跟京风合作 成功抓着车手 京风抓人时发现 车手的外头发折 发现 晚上的旁边 竟然有健康的热热机 在港部团上围边 但第一 因为高温 变得稍痛痛 京风经约 扎骗集团 是在红机 欧吃欧 并在外套领口加装 微型针孔摄影机 以确保车手 交易过程的安全 以及防止黑赤黑 相当于 等于说车手 干部没有在现场 这样一个状况 这个部分是我们第一次查获 京风表示 这边集团 以前都是两个人 做规刷简步 一个人欺质 一个人暗中监控 也不停停 当着红柄起来 为了更多风险 就该用健康的 红柄去监控 这边集团和京风 算得对对 罗伯亚是红 带报贵案 哈喽 我是蒋新梅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世新闻YouTube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